李娟 李娟 你要知道 在机场 你打掉孩子 离开我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彻底结束了 说过我 我没打掉那孩子呢 你说什么 我是说如果 没有如果 时间不会倒流 所以我们只能接受现实 姑娘 你就不能看在我们 以前感情的份上 再给我一次机会 抱歉 我现在真的是特学 李娟 今天 我能坐到这儿来 再陪你吃这个面 就是我对以往的感情 最大的尊重了 其他的我给不了 你已经 已经多爱我了吗 是的 你爱他 没错 有多爱 每天 醒来以后 睁开眼睛 向我全得了他 对他的不是他 是同样性的 是他 是他 很重要的 挺好的 挺好的 你最近有没有 想要买他 你怎么回事 就是我 不是我 我就这么说 你为什么 还是您什么 你这么说 我还能什么 这里啊 是我第一次和弓箭约会的地方 没想到十年过去了 这地方还在 您约我过来有什么事吗 乔小姐 今天我正式通知你 我要和弓箭重新开始 你挪个地儿吧 周立军 你没事吧 这也得用弓箭的意思 我刚刚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 你的身世呢 我也知道了 凭你的出身配弓箭确实是差了的 我也能理解 你像用婚姻去改变自己命运的心态 但是一味地用自己的可怜去搏同情 是不是太无耻了呀 你说完了没有 什么意思 你装病的事我都告弓箭了 他是给你留面子没跟你说 周立军 别走 我可没他那么高的孩子 你都知道了 对 你什么时候知道了 你剪头发那天 小蕊 小蕊 对不起 周立军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伤害人呢 你要把你所有认识的人都伤害一遍 你才过瘾是吧 我是帮你拔掉身边的杂草 你下不了手 我来了 我是觉得你心里变态 变态 是什么 那来 哪里有这个脑袋 您呢 我都知道了 我都知道了 也是 我做了 我都记得了 你呢 你在这儿 你呢 开门 是我 老睿 把门打开 你走吧 不是我不想见你 是我没脸见你 对不起 我骗了你 我觉得自己这么做特别丢人 你前妻说得没错 我就是想拨去你的同情 我现在就是想躲得远远的 离开这座城市 杨蕊 把门打开 听我跟你说 你没什么可丢人的 当我听说是误诊的时候 我心里有的不是责备 是感动 还有庆幸 你别这么说 你越这么说我越觉得自己丢人 越觉得自己不光彩 逃避不是办法 要面对 我希望不光是你的身体 还有你的心理 都是健康阳光的 勇敢地去面对 你从来都不缺乏勇敢 对不起 我错了 你没错 你照顾我这段日子 是我从小到大 最开心的时光 我不会会骗你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还会这样 说实话 我宁愿 自己真的是白血病 胡说 人的生命 比什么都重要 你能够健健康康地活着 比什么都重要 不管是对你 还是对我 都一样 还有 我想告诉你 你的短发很漂亮 我走了 我们也走了 陈幼姐 喝了多少 可以喝酒啊 姐 你怎么也来了呀 刚才您打电话的时候 我跟李文在一块儿 我得来看看您的 我得请您喝酒 你看看南威多够意思 弓箭要像他一样就好了 来来来 您多喝一点 我开车 对他开车 您也少喝点好辣 你说现在弓箭审美观 是不是出问题了呀 他怎么能看上乔小瑞那样的 这 saute动偏 真的是 本心上为了 编б好 你干准这个 编满 怎么这么说 再加快了 受到手 活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 得什么病啊 白血病死米达 真的是白血病 一开始啊 よ心都行 よ心都行 、「二人的性子好 Lydia 猛大事 尼迭 夫公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样子 龚剑跟邓曹操分手 是有隐情感 我觉得这个乔小瑞啊 就是拿病说事 他就想跟龚剑在一块 不行 我得给曹操打个电话 是误会的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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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啊 干嘛 他就想跟龚剑在一块 你想啊 现在 妮姐想跟龚剑复婚 如果这个事儿让邓曹操知道 她要是跟龚剑在一起 妮姐怎么办 对啊 还有我姐的事儿 可是 曹操一天都没有放下龚剑啊 我能看得出来 官号最近追曹操 追得也要紧 看样子邓曹操那边 也会松进 所以 我觉得 咱还是保持对心 看看情况再说 他们清清楚楚地感觉到 此时此刻 他们的确是永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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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喂 你听得到吗 我知道你听不到 你不是说 不再当一个逃兵吗 不管你躲到哪里 都逃不掉我 这么多天 一个电话也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连一个解释 也不愿意给我 为什么 凤绿 过了 凤绿 过了 凤绿 快出马吧 什么过了 什么过了 绿考过了呀 多少分啊 你看 这儿 四百八 不 不错啊 邓草草 就比我当年少了二十分 我记得孙绿考的四百出头吧 还是第二次才考过的 你们是学霸 我怎么能跟你们比吗 孙绿 说话算数吗 你说只要我考过了 就请大家吃饭的对不对 我证明 好 好 玩上去黄钻怎么样 又黄钻哪 爷 给你唱歌了 好棒 这儿晚上要唱歌的话 小萱不能一个人在家啊 没关系 我让丽文 把你们家萱萱接到 我们大圣姥姥那儿去 咱们也难得开心一下 今天哪 我豁出去了 总算宰你一回啊 霸气 请问谁是邓草草 我是 您的花篮先收回家 您好 谢谢 谢谢 邓草草 有没有一点点动心呢 这品位 弄得跟酒店开张似的 谁喜欢谁拿走啊 那就搁在门口啊 来来来 动动手啊 搁在门口 邓草草 好 草草 这是新股东的股东修订章程 给关董送过去吧 好好谢谢人家 谢的什么啊 你说人家送了一篮子花 那哪是一篮子花啊 那完全就是一篮子新意 这样吧 晚上咱们K哥你叫上他 一块庆祝一下 那这个我现在给他送过去吗 邓草草 你不要打岔 你这次一定要抓住机会 不要再错过了 我都是为了你好 我都送过去 你在公司吗 我把资料给你送回来了 我现在有事 回头再说吧 那我给你放前台吧 喂 还亲自下楼接我啦 那是应该的 更何况你为公司 签了那么大一单子 你看看你 好 关总 不介意给姐姐帮个忙吧 两位是哪家律所的 走吧 看什么呢 没什么 一个熟人 走吧 还是觉得公司的咖啡最好喝 想回来喝 随时欢迎 对了 小徐怎么样 中规中矩吧 我想 我在这儿找不到 像你这么好的助理了 那当然了 别人是为了工作而工作 我不是 我做所有事情 都是为了靠近你 我觉得跟你一块工作 是世界上最浪漫的事情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还想做助理吗 我想去湖湾做项目经理 你觉得我可以胜任吗 能交给你 我当然最放心了 香港那边事儿一出 对公司的影响很大 湖湾的项目 只能成不能摆 我知道 当初 你是顶着董事会重重压力 才拿到这块地的 湖湾能否顺利开发 她对你 对公司都至关重要 新股东进来 如果来者不善 很可能先从胡腕入手 我之所以想过去 其实是想帮你守住她 谢谢你 谢谢你 夏蕊 做不了你最爱的人 那就做你最需要的人呗 夏蕊 你看到你这样 我很高兴 嗯 Maybe someone Souther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我们等等大力学来来来来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 放起来 放起来 你这是在给我庆祝吗 当然了 等你呢 刚开始 你跟我还没来就喝这么多呀 你自己自己也能喝 刚开始 刚开始 时间已经开始计算了 这不要浪费啊 行吧 既然我都迟到了 自发三杯 好样的 有魄力 干杯 可以呀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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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点个 点个 好 もう不ead 走 ad 放红两边 以后还在这 zeggen 而且今天你又通过了绿卡了 最重要的是 你已经跟她离婚了 你放心 我不是在乎这个 她已经伤不了我了 关键是我是觉得她 她怎么能够五年一直跟这个老女人在一起呢 你不觉得她很棒吗 孙楠卫你会这样吗 来来来 咱们为了曹草的这个故事干一杯好不好 来 干杯 干杯 大家听好了啊 乔小瑞根本就没得什么白血病 她是装的 她在骗弓箭 真的 你问她 确实是这样的 这个事呢是被立文的姐姐发现的 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是误诊了 可这个乔小瑞呢 她就将计就计 装上了 真实的情况据我推测呢 应该是乔小瑞假借生病之机 想独占弓箭 弓箭确实不知情 这种事儿 她也确实不好意思跟你说呀 再加上你这个疑心病犯了 所以你们两个也就 败了 这乔小瑞太有心计了 这起码能证明一件事儿 弓箭不是故意搅裁两只船的 不是搅裁两只船 这是献爱心 献什么爱心哪 那要乔小瑞临死之前有一点月 要跟姑娘睡一觉怎么着 这爱心也得谢是不是 干嘛 干嘛 干 干嘛 这么好笑吗 啊啊啊啊啊 那么多夜自作聪明 浮风出了珍稀 总以为换到一个公平的回忆 你终于的圈圈去偷放 才不哭的声音 这终于我的爱 并不是一时的高兴 你的梦境充满我的爱情 我们的一幅世界 却是光亮危机 你继续去无法的 最爱的梦境 我们的一切自己的心 远近小的脑袋 就爱你小舅舅 冯绿 你知道曹操在哪儿吗 我刚才给他打电话 没打通 你跟那个女的怎么回事啊 曹操一进来喝了那么多的酒 那位 我要见邓曹操 你跟乔晓睿那事 邓曹操完全都清楚 你告诉我你们在哪儿 我现在就过去跟他解释 你们现在在哪儿 黄钻三点九 你可别说是不说的 是吗 那你怎么会打电话 呢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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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官后 你怎么来了 谁起了他呀 曹操 谁要你来的 曹操 曹操 你听我跟你解释曹操 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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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我跟黄范范 只是工作关系 五年前我差点 差点就破战了 结果是他帮了我 我跟他之间 彼此只是相互地利用关系 我心里一直在意的是你曹操 你相信我好不好 曹操 你知道吗 我现在最庆幸的 就是和你已经离婚了 你别这样 曹操 你来了 来了 来了 终于想要给我解释了 没想到要解释 没想到要解释 就是想你了 所以就来了 我来的不是时候吗 来得正好 我去做了吧 我去做事 你才是想要解释 你一定会的不是时候 你不如把你还在一起 你才是想要解释 我还是想要解释 我 来的 真的 我去找一把 把书包背起来 来 去跟爸爸再见 儿子 帮爸爸去求求妈妈 让她不要搬走 你看 你要游戏机 爸爸都给你买了 你还不帮爸爸的忙 妈 游戏机我会拿了 对不起 妈妈 妈妈跟妈妈走 泽泽 虽然之前法院 把儿子都判给了我 但我也没把儿子 从你身边拖走 让他一直跟你生活 为了你们两个 能够安定地住在这个家里 我就搬出去了 你住哪儿不是住 你非得要搬出去啊 谢谢你 您让儿子留在我身边 其实只要不住在这儿 我住哪儿都行 那 那房子呢 你房子找好了吗 找好了 不用担心 好 好 走吧 走吧 你想带儿子去哪儿 就是去哪儿 只要你跟儿子 待在一块儿高兴 我就开心 但我有个小小的请求 有空带着儿子 和我一块儿去看个妈吧 行吗 放心吧 我会带萱萱去看奶奶的 爸爸 我也会来看你 爸爸 我也会来看你 什么时候想见孩子 给我打电话 走吧 莉莉 来 尝尝这个牛奶好不好喝 好 来 来 怎么了 不好喝呀 这可是爷爷 从进口超市给你买的 再尝一尝好不好 就尝一口 来 乖 尝一口 尝一口 莉莉 你怎么回事啊 要不你就吃这个 要不就吃吃那个面包好吗 看下来 你 坐下来 你别哨 别哨 你坐下 坐下 我问你个事 这个丽丽啊 怎么回事啊 我跟外婆带了她这么几天 还不爱说话 怎么逗她都不说 而且不要人抱 好像不太善于跟你交流 原先的我觉得她会不会是 性格内向啊 或者是认人呢 我看好像 不太像啊 爸 丽丽有自闭症 她不具备正常人的社交能力 她的思维模式 还有兴趣 跟正常人都不一样 医生怎么说的 医生说 自闭症的治疗 要早不要快 需要慢慢地治 这自闭症 是个很难治愈的症啊 慢点别着急 慢慢来吧 我就是希望她以后 能过上正常人生活就行了 能吗 应该吧 对了 后天是公建四十岁生日 我想给她庆祝一下 你呀 当初你们闹成这样 你是 既伤了她心又伤了人 这些我都看在眼里边 这两年 你们俩才刚刚的好像 还一点劲下来了 要我说你就别惹她了 我不但要给她过生日 我还要和她重修旧好 你小心点 我都拿过来了 她小萱的玩偶 你早上哪儿带着呢 那大伙呢 全員从小到大的都有的人 这 你这师父在哪儿啊 这条件还行 就是小了点 你先将就一下吧 好 不是 那怎么才合适呢 那怎么才合适呢 总得做点什么吧 我是行动派 喂 喂 公建 我有点事情要找你谈一谈 不好意思 今天不行我有点急事 电话能说清楚吗 不行 必须当美了 你在哪儿啊 那老天房间啊 行了 我知道了 有事你忙去吧 我自己收拾就好了 好吧 那我走了 我们北洋走的是实战派出现 不管是楼盘 物业 装修 都是一体化 把所有的精力和财力 都投入到楼盘质量 和业主体验 靠业主的口碑 才造就了今天这种扎实的声音 龚建 你一点都没变 还是不会包装 不愿意捣抢 我说的是北傲 我说的也是北傲 在我眼里 你就是北傲 北傲就是你 别 最好分开 龚建 你不用这么刻意地跟我保持距离 有些事情 就是人情的事 公公私私 怎么可能 把别人很高兴了 把别人兜里的钱 赚到你口袋里 就这么简单 多谢周总教诲 周总一番话 如醍醐灌顶 我们俩之间的谈话 必须这么生硬吗 也不是必须 我可以说实话吗 你说呀 我觉得这次你回来 变了 变什么了 变成大忽悠 怪不得你能做成 开男基金的代理人 你刚才说那些是你的生意经吗 我不这样行吗 在国外竞争那么激烈 女人永远是弱势 但是 经济不独立 永远没有安全感 就算我这么努力 我也只不过是一个打工的 说好听了 今天我是凯南基金的代理人 明天等他们不需要我的时候 一转眼我什么都不是 有些事 你不懂 对了 后天是你生日 你把时间空出来 我给你个质量 谢谢 谢谢你还能记住我生日 不过我觉得 没这个必要 先别着急拒绝 你还有两天的时间可以考虑 你买单 嗯 嗯 嗯 喂 首长 后天是你生日 咱们庆个生 吃顿饭怎么样 谢谢老首长还能记住我生日 我已经跟丽君说过了 后天 我就不过去了 我已经安排了 你要是觉得尴尬的话 你带上几个朋友 好吗 不是 首长 就这么定了 这是命令 还要是 小哥上得怎么样 挺好的 上得很好 喂 曹操 刚才老首长给我来电话 说后天要请我吃饭 周立军也在 我想让你陪我一块过去 那我就不合适吧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把小萱也带上 行 就这么定了 这是命令 那好吧 清清 后天你老大 要带我们去吃饭 后天 后天是老大生日啊 他生日 对啊 你怎么知道的 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秘密 那我们去给他买个礼物吧 你们男人都喜欢什么礼物啊 喂 茶茶 是5029吗 那行 我到了 你开门吧 小萱 坐吧 快开门 我来帮你玩了 我到了 我不是今天在外面买东西呢 我一会儿不是要去陪大晟学英文吗 所以我就先过来了 那行吧 我给你带了点东西 要不然我先给你放在物业那儿 那行 没问题 等会儿 等会儿 你上次不是跟我说 小 小萱想找一个 想找一个补习班吗 我前两天吧 正好 去采访了一个画室 这个画室太棒了 而且他招收名额是有限的 好多人想去都去不上呢 你这样 你带着小萱直接去找主任 就说我介绍的 还能给你打折 真的呀 那太好了 你把地址发给我 我带萱萱去报名 行行行 没问题 那我带大晟就先走了啊 别客气了 走了啊 拜拜 走了 他们没在家 大晟 我再见了啊 妈妈 他们为什么要别在家呀 你好 你好 我能看一下这块表吗 刚大那块 好 可以 喜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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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款表是设计师专门为他和他妻子的结婚纪念日设计的 非常适合送给伴侣 多少钱 这个两万八 谢谢 客气 那这款黑色表带的呢 这个一万二 需要拿出来给您看一下吗 不用了 我还是更喜欢这个 您眼光真好 其实对于男士来说 手表不仅是用来看时间的 它还是一个身份和品位的象征 女士 你一看就是一个有品位的人 选款好的手表送给爱人 他才配得上您呢 我再来想想 赛西部品古典奖 没能躲开 命运的游戏 还不是走得太早 就是来得太迟 风把头发吹乱 习惯自己疏离 按下手机按键 只能打给自己 不能给幸福 下一个定义 大地是一起说笑 一起承担风雨 转过几个转弯 才会遇到知己 经过几次诗曲 才会懂得珍惜 幸亏遇到你 幸亏遇到你 流浪的心才停止 在暗夜哭泣 幸亏遇到你 幸亏遇到你 从此眼前都是 被擦亮的日子 幸亏遇到你 幸亏遇到你 眼看我们都正在 一天天老去 幸亏遇到你 幸亏遇到你 在场旅途都能 闻到花开的香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